地藏菩萨的心地 确确实实像大地一样 那么豁道 能包容一切众生 像大地一样 所以我们心又跟大地一样 真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经上里面常常告诉我们 菩萨就是说我们修行的人 我们念佛的人 就是我们本人在内 你今天你要发心修行 菩萨要发心修行 你这个心首先要像什么 要学大地一样 比如我们今天所吃的东西从哪里来的 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有没有 今天我们要吃披萨 我要今天要吃炒饭 我要吃一些青菜 种种的从哪里来的 从地上而生的马 而且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今天所采取的 所用的都是最好的 而且最好的从哪里都是地球 是给我们的 然后你把这些好的东西吃到你的肚子里面 你采取是最好的 你把这些最好的 在地球里面最好你把它采取去用 你吃了之后 你采取是最好的 那排出来的呢 排出来的 是最什么 最什么的呢 最脏的嘛 是不是 你所用的都是最好的 但是用过之后 你排出来的就是最脏的 大地也是包容能够回收 大地有没有跟你排斥 有没有跟你说我不喜欢 我讨厌你 我不可以这样 我不能接受 为什么你把这些垃圾垃圾 通通毁收到国的这个 你为什么会要不要丢到别的地方去 为什么要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大地有没有跟你说 我讨厌你 有没有跟你抗议 骂你 老蔡啊 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 你把我用的最好的 把脏东西最好的不好 你就还给我 大地有没有跟你讲这句话 没有啊 大地还是能够包容 还能够接受 无论 这些垃圾垃圾肮脏的 他从来都不排斥的 照样回 这个道理说明什么 比喻什么呢 比喻说明我们一个修行的人 我们学佛的人 我们念佛的人 你要学菩萨道德行者 你的心 你的精神 你要利益什么 你要利益一切众生 你要离开你的私心的贪念 你要放下你的自私之力 你要供给一切众生都是好的 要欢喜为一切众生来服务 无心的服务 处处都是为众生 处处为怎么样来利益一切众生 像我们今天来到这个道场 我们为什么要做义工 就是为一切众生服务吗 没有私心 都是用我的慈悲心 恭敬的心 沉静的心 我来服务 我来做 我来贡献 这个就是这样的比喻 从来没有跟你排斥的 这个就是讲到我们地藏菩萨的本愿 但是如果众生 接受我们今天的服务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个道场做义工 我们来用我们的真神心来服务 我们来为大众来服务 但是不但不领情 回头过来 把这些垃圾垃圾通通丢给我们 批评我们 毁谤我们 侮辱我们 伤害我们 我们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你要赶快想想什么呢 想想大地 大地怎么样 他从来没有排斥 也没有说不可以 今天你想要建大房子 他也说不可以 你要怎么对待他 他也说不可以 他从来没有说不得 也从没有说没有 要把他吸收 把他消化 转成为你的功德保障 你要这样学啊 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境界 逆境顺境善而恶元 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 你在这个服务当中 你为一切众生 你已经辛辛苦苦为大众来服务 你已经辛辛苦苦 来为这个道场 做了一些的贡献 但是动神不但不领情 回头过来又来批评 毁谤 你千万不要生气 你千万不要起了一个称慧心 你千万不要来批评 来厌恨 来厌恶 来讨厌 你要该怎么做呢 把这些变成你自己的功德 那你今天学佛成就了 这个就是行菩萨道 属于地上菩萨的心地 确实真的像那个大地这么厚道 真的 最尊敬的 最统修大的 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环境 很多一些不如意的事太多了 能够称心如意的太少了 太多不如意的事情 我们所看到的 所遇到 所闻到 所听到的 种种的这些的烦恼 种种的这些的境界 有时候真的都是一种考验 你能够这样的消化 你能够这样的吸收 把它当作你 变成你自己的功德 今天你所学的东西 都是成就的 这个就是地藏菩萨 你说你念佛 你没有这种地藏菩萨的精神 念佛能不能成就 成就不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今天我们有缘 听闻地藏菩萨白云经 我们今天有有缘 都是有缘 都是蒙地藏菩萨的接应 都是有蒙地藏菩萨的教化 我们跟地藏菩萨都有几个缘 只是你很健忘而已 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曾经有到三恶道去的 因为地藏菩萨发大事愿 到哪里去度众生 是到最苦的地方去 最苦在哪里 都是地狱啊 我们曾经有 都是有经过这种的生活 比如可能某一世 地藏菩萨辛辛苦苦 把你劝上来了 从地义把你劝走了 哎呀老蔡啊 你要从这边出去了 你得忍生 你要好好听佛 要听老师的话 你要好好听教诲 对不对 不要再造一些不该造的业 哎 回头过来 不领情 一转世 迷惑颠倒了 那迷惑颠倒呢 听到地藏菩萨本愿经 毁谤地藏菩萨 毁谤佛法 地藏菩萨有没有生气 地藏菩萨有没有说排斥你 不要了 我劝你 辛辛苦苦把你度出去了 你今天又回来 又不听话 我不度你了 地藏菩萨有没有这样的 没有耶 而且在地藏菩萨本愿经 又为我们启示一个什么 地藏菩萨每一天 早晨五点 都会来观察我们这个人间 观察我们这个人间什么 看到哪一个众生跟他有缘 他就会来帮助他 每一天 地藏菩萨每一天五点凌晨 都会观察这个人间 那要怎么样跟地藏菩萨有缘 念他的佛号 但是地藏菩萨对这一类的众生 不但不会有排斥 舍弃我们 而这个就是地藏菩萨的大使大悲 愿力不可适宜的 无论你怎么样毁谤 五如批评 你看现在的人太多了 看到地藏菩萨本愿经 批评回报 看到地藏菩萨本愿经 排斥 讲了一大堆的道理 讲的都是他的道理 都是排斥的 甚至于看到地藏菩萨本愿经 把他撕掉 看到人家印地藏菩萨像 要批评 干嘛印地藏菩萨像 你知道这样的果报是在哪里呢 我们看下面 谢谢 谢谢